秀林鄉同門村榕樹部落三壁崩塌情形發生 已講到通往同門部落重要道路 秀林鄉的代理鄉長温永安 他也指示建設客要先清除土石 開出一條道路保障村民的出入安全 海國颱風帶來風飛的雨量 原本同門村榕樹部落三壁已經小崩落了 又加上這次的風災帶來的雨頭雨 又造成大面積的崩裂 為了了解實際的狀況 秀林鄉代理鄉長温永安也指示建設客 要清除一條單行道來方便傭人通行 因為昨天晚上的雨勢太大 所以這條防汛道路這個土方 昨天下來很多 因為這條路是到同門村最主要的道路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想盡辦法 先維持一個單線的通車 目前應該差不多了 現在許中央劉福文企業前往現場會刊 同時近期將會邀請相關單位 來瞭解未來整治的工作 也會組成專案向中央爭取經費 來解決部落安全的問題 記得將會休息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好